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冷清秋两个人展开 金燕熙是国务总理金拳的儿子 大名鼎鼎的金家七少爷 和大部分玩裤子弟差不多 金燕熙成日里也是招猫斗狗 游戏人间 冷清秋是出身寒门的清冷少女 自幼丧妇 在舅舅家长大 冷清秋被看作那个时代少数的 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 只可惜她的身上 却唯独缺少了那份真正的独立与果断 因为一次西山游玩 金燕熙对冷清秋一见钟情 和她观看的脂粉堆里的女子不同 冷清秋人如其名 清冷自迟 让她一下子坠入情网 从此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于是我们在剧中看到了金燕熙 种种八道总裁追妻套路 在学校挂巨幅横幅表白 买下新衣对象家隔壁院子 化身国文老师给对方上课 那片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花海 两人手牵手在花海里奔跑 因为冷清秋一句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就像我们的葡萄藤 开不出百合花一样 金燕熙可以一夜不睡 硬是在葡萄藤上 绑满了百合花 在这样火热的追求下 冷清秋再冷静也难以招架 于是她同意了金燕熙的追求 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如果金粉世家是一个童话的故事 那剧情行到此处 只要给一句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就可以皆大欢喜 可惜人生的残酷 此时此刻才刚刚开始 在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里 大多不会描写婚后的鸡飞狗跳 不论感情最初的样子如何美好 最后考验的还是人品 然而金燕熙并没有经受住这份考验 婚后没多久 她就厌倦了平淡的生活 继续同往日的胡鹏狗友们私混 冷清秋试图干预 却心有余力不足 最后金妇突发重病去世 升级一时的金家树倒胡孙散 金燕熙却还一无所知的 与仇人妹妹白秀珠私混在一起 一场大火将金家的富贵烧得七零八落 心灰意冷的冷清秋 也趁乱带着孩子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金燕熙和冷清秋闹得最凶时 金燕熙曾打算提着行李 抛弃弃子去德国 冷清秋拦不住她 拿出当年两人的结婚戒指 决决地说 这个还给你 时至金燕熙不屑地反问道 只有这个吗 你身上的东西从头到脚 哪样不是金家的 冷清秋愣住了 梁九狠狠地给了眼前丈夫一巴掌 两个人自死彻底地决裂 说到底 当这段感情剥离了最初的迷恋和激情 两人竟然没有一丝契合的地方 自幼寄人篱下的冷清秋 想要的安全感和温馨家庭 金燕熙给不了 从来任性妄为的金燕熙 喜欢的自由和肆意 却又是谨小身为的冷清秋 不曾拥有的 两人凭着一腔激情走入婚姻 也注定因为本性不同而分崩离析 一见钟情也未必都败给了时间 只是爱情这两个字 有时可以容纳很多 有时又什么都无法承担 两两相望 惟于失望 在冷清秋和金燕熙的情感纠葛里 白秀珠必须拥有姓名 当年14岁的刘亦菲 初登上电视荧幕 就让无数观众为之惊艳 略带婴儿肥的她几乎不费功夫 就能把白大小姐的娇憨和不安事实 演得活灵活现 白秀珠出身豪门 自幼接受美国的新式教育 尚有疼爱她的老太太 下有视她如亲生女儿的凶嫂 家世 容貌 才华 宠爱 泱泱俱备 拿遍了人生的好牌 但遇上了金燕熙 她的人生开始偏离轨道 如果说冷清秋的步步败退 是因为出身限制了眼界 那豪门千金白秀珠 为什么同样在这份纠缠里 苦苦耗费青春呢 归根结底 是他们都不能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对于冷清秋而言 被追求时她是被动的 一朝进入豪门为人妻为人席 她是被动的 当婚姻出现问题 与丈夫沟通不畅时 她还是被动的 剧中的金家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 对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 大家阻挠 但冷清秋内心 却陷入为主地带着点怯 从小长在势快的舅舅家 她深深地清楚 自己的亲人急功近利 她和金燕熙谈恋爱时外宿 舅舅在家立即欣喜若狂地说 咱们家秋儿和七爷 有了一夜情 那她不就堂堂正正地 成了金家的少夫人了吗 这份骨子里的自卑 让冷清秋无法迅速适应婚后的生活 当时她有两种选择 要么融入太太社交群体 要么化身新女性 但她犹豫再三 还是退却 爱社交的三嫂邀请她 出门交际打拍 她怕自己家世不显被嘲笑 热衷公义的二嫂邀她一起做事 她怕自己做不好 她虽然嫁入了豪门 但不曾努力融入豪门的生活 只是一味的消极待人处世 让她在偌大的金家成为了局外人 也难怪婆婆金太太这样评价 清秋什么都好 就使御事一味的消极退让 对白秀珠来说 和金燕熙感情里的一份不甘 让她同样成了被牵着鼻子走的那个人 从小到大 她在歌嫂的宠腻下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她摔的第一个大跟头 就是在与金燕熙的恋情上 她和金燕熙本是众人眼中 门当户对的一对 当男人一轻扁练时 她又放不下 我堂堂白家大小姐 怎么能为她玩弄于鼓掌之间 为了心里隐秘的复仇欲 让她在明知对方已婚后 仍选择与金燕熙私混往来 当金燕熙冒着生命狼藉的风险 也愿意为她抛弃戏子时 白秀珠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 你说什么 我听不到 白秀珠在国外接受了新派教育 却仍然没能真正地意识到 新时代女性的真正含义 命运主动权 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她以为自己得到在抛弃的做法 成功报复了金燕熙 实则是浪费了自己的人生 两个女人 一个不敢适应新生活 另一个不能放下旧执念 只能围着一段感情 一个男人 一份不份团团转 让旁观者叹一句可惜 当年金粉世家在央视播放 挤掉了另外一部神剧走向共和 尽管后者被誉为中国最好的电视剧 但金粉世家的质量 也确实可圈可点 二十年前的金粉世家 投资已将近两千万 实景搭建的总理服 量身定做的华服 占地几十亩的向日葵花海 无意不是把精致和华丽 做到了极致 导演李大为和整个剧组一起 为观众造了一个浮华美好的梦 在电视剧审片组给上的评语上 清楚地写道 观看的时候忍不住流泪 有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冲击力 这种力量 在整部电视剧游戏转杯时 到达了顶峰 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金粉世家正是如此 当剧情来到金世家族的败落 男女主的天涯相隔 金家豪宅归于一把大火的结局 观众也许才真正看懂了 越梦幻越美好的东西 其实越脆弱越悲剧 巧合的是 演员们戏里戏外的命运 似乎也在暗喻着这份脆弱 因为冷清秋 董杰曾成为一代国民初恋 如百合花一样 清密秀气的模样 他和潘月明官宣恋情 结婚生子的那些年 很多人仿佛见证了现实版大团圆结局 这份因角色而起的偏爱 在他与潘月明发生婚变时 也让大众无条件地站在了他一边 然而随着出轨们的视频曝光 舆论开始转变 冷清秋 终究只是观众的一厢情愿罢了 同样以悲剧收场的 还有这部剧的导演李大为 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年轻的导演 四年前已经离开人世 2018年4月 李大为因病去世 享年47岁 据说在大学时代 李大为与蒋浅浅 有一段美好的情谊 然而他们最后的交际 只剩下李大为葬礼上 以陈建斌 蒋浅浅夫妻之名 送上的花篮 美好的东西总是脆弱的 剧里剧外 人情冷暖 不外如是 令人甚是唏嘘 导演李大为曾说 他把金粉世家定义为青春剧 的确 陈坤 董洁 刘亦飞 众多演员都把自己最美好的样子留在了这部剧里 而当年31岁派出金粉世家的他 也贡献了自己最旺盛的创作力和生命力 好友曾说他以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 最年轻成员而加入 又以协会里最年轻的适者而离开 19年后 我们终于看懂了金粉世家 但那个故事的讲述者 却再也不在 一部金粉世家 有人从金家的圣级而衰 读懂了人生的无常 有人从男女主的爱情悲喜剧 读懂了婚姻的现实与无奈 还有人看到了那个时代 女性的身不由己 正是因为这份丰富的意运 我们才会在将近20年后 对此更加感怀 也许就像蒋浅浅的悼念那样 谢谢你给予我的曾经 我的青春 你是我们所有人心里 永远的那一缕暗香 约每一个因为金粉世家触动过的人 都能记得那份深刻 那份悲怆 那份美好 不消耗 懂珍惜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了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嗯 我知道